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分法 三分法 五分法 反正就是分类的方式 有几种里面 今天这个阶段是五分法 五种分类的方式 那五种 五分类的方式 这个里面提到的就是 大概我们这样子去理解 乐受 义乐 苦受 义不乐 舍受 五种 就是这个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五分法就是 平时我们习惯行善来讲的话 三分法 对不对 平常我们知道的就是说 苦受 痛苦 不苦不乐 舍受 三种 这是我们已经习惯了 但是在五分法 这个也是在其他的论诀当中提到的 它这个里面讲到就是说 苦受 乐受 义乐 对 乐受 义乐 苦受 义不乐 舍受 五种 那这个五分法的时候 最主要的就是这里面 你们看一下 第一个 乐受的话一定是身体上的乐受 不是义乐 你看 乐受 第二个苦受的话 这个也是身体上的苦受 它不是内心的苦受 那再来 义乐的话 虐在的快乐 义不乐的话 虐在的痛苦 那舍受的话 还好我们就知道吧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感受 每个人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灵受到的 感受到的就是说 有的时候确实我们内心比较平静 非常的宁静 不乐 不苦 比较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是只是灵受到舍受 那有一点凸显出来 有的时候 内心领受感受到一些的过爱忧愁 苦恼的时候 就领受到痛苦 那有的时候 内心就是愉快 开心 欢喜的时候 我们领受到快乐 这是一个感受的反应嘛 对 那第二个强调的就是说 无分法的方式也好 二分法的方式也好 三分法的方式也好 不论是怎么样 所有的感受都是包含在三个当中 知道吧 三个当中是什么 苦受 乐受 舍受 三足当中 所以他就是一个详细地告诉我们 也许这个也是分开跟你们讲 在今天当中记载的部分 无分法的是什么 无分法的时候 他就分开 轻松分开讲说 苦受 对不对 苦受 乐受 还有就是 易乐 易不乐 类似这样的 舍受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改变的 好 这无分法当中的苦受的话 一定是身体上的苦受 那乐受的话一定是身体上的乐受 好 那内心的苦 内心的乐的话 他这里故意加了易乐 易不乐 知道吧 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的 好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当然是不仅仅是 不管是人 好 不仅仅是人 还有就是所有的众生 都是想要得到的就是 乐受 易乐 知道吧 然后不要的就是苦受 易不乐 这是我们不要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要的东西 抽抽有语的 知道吧 反不胜法的 就是想要挡住还是折不住的 这个是最主要的关键在哪里 其实这个是我们前面学到的 心所跟心网 所以我们谈的时候 六是心网 各有各的跟自己相依的心所 知道吧 你看从这里开始我们详细的评论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 这个里面我们也调写出来 你该要的在哪里 不应该要的是在哪里 他们的因素是什么 由于什么样的 音乐导致所造成的 这些都是开始就介绍 知道吧 这些都是你的关键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说 讲了一句话也是 但是我们也不要跟着随者就相信嘛 我们一定要透有正确的道理来推理思维 有的时候以我个人的 以往的往行的一些的经验 或者精力来配合 这样的去学习思维的话 其实我们学到的东西 多多少少在自己生活当中可以使用的 知道吧 那你看 日后的新王跟他相依的心所的话 这里面我们提到的就是说 五相相依嘛 知道吧 那后面也有一些的提到 这个特别提到的就是 比如说 以自利对境什么什么 加了一个自利 前面我们加了 比如说怀疑以心的话 以自利两边有意的心所 就是怀疑的定义嘛 知道吧 以心的定义 他为什么讲自利呢 跟他相依的希望 也是对于两边有意的 但是这个两边有意 是不是自利的 他收到跟他相依的 有以心的影响 在对于自己的两边 对境的两边犹豫的 你看他特地讲自利的原因在这儿 我们分不清楚的地方是什么 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告诉大家 比如说我们平常一般人的知识 都是非常地牵薄的 确实没有深度去探讨 我们一般人就说 这些都是农美的专家 树 草 这些都是依靠种子而来的 我们就这样搞定了 知道吧 我们也没有再追究说 到底是种子在哪里 种子是哪一个 我们只是认为就是 我眼睛看到的一粒一粒的 这个就是叫做种子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地方 知道吧 种子就是过去大成就的 他们织叠下来 种子的定义 种子就是一个能力 能力 这个能力是什么 产生自国的能力 凡是万物 万是万物都有 产生自国的能力 每一个事物都有产生自国的能力 这个能力就是叫做种子 知道吧 那我们能力的话 其实入眼看不到的 能力入眼看不到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历史上讲说 第一开始在实验上行 那个形成也好 人类啊 动物啊 或者人类形成的这个过程来去看的话 他们生命比较长 他们也不需要靠这个人工 还有自然就是他们所需的 都是自然就长出来的 我们不需要去耕鱼啊 什么什么的 耕田啊 什么不需要的 它自然就长出来 所以第一节的 所以人类是福报比较大的 知道吧 那个当时的人就是身高就比较高的 对 他身上有自然就放 那个放光 有光 后来就我们就是 福报越来越少 知道吧 福报少的原因是什么呢 开始形成了烦恼 我们每个人内心就是 出现了形成了烦恼 或者强烈的陷气 任何的烦恼的时候 身上的光满就收射回去了 没有了 消解了 知道吧 这样的话 那你看 我们以为是人越来越聪明 其实不是人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笨的 知道吧 我们的聪明就是只是看 十一周期翻面的 豪华绿绿的这些 谁能做 他聪明 谁能创业 或者成造出来 觉得很聪明 你只能做到这样的 能帮助到自己寻找快乐吗 没有 确实没有 外在的物质 外在的十一周期翻面 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多的时候 人心里就遭受到的困难 越来越多 这是以我们个人的经历来去看的话 也是知道 知道吧 好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为什么 这个突然中间就是出来了 这样的讲法呢 其实我前几点我观察 那个看一些科学家的评论 他们说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光 身上有光 确实有了 这是我们入眼看不到的 不明显的 所以透过银器 各种各样的仪器 电脑来去光照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就是光 光 那他们观察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他们观察到 那个人心起不好的当下 这个光也是要凹通的 凹陷的 凹陷 凹下去的 光就没有那么完整的 人就是正面的情绪 很开心快乐的时候 这个光是完整的 因为一看到 听到的时候 九月都好奇了 其实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奇心的 知道吧 原因是什么 本来就有了 确实有了 我们就是一定有光 知道吧 有了光是很奇妙的 很什么 没有什么 这个是事实的 这个物理的反应 我们的身体是物质 知道吧 比如说你现在地球上 看到这个地球 有看到光吗 看不到吗 那外天空去夜球上来去看 这个地球也有光 蓝光 知道吧 那我们现在看 月亮有没有光 你到月亮的 月球上的话 你看不到这个光的 不一样的 知道吧 那最重点就是 我们刚才谈到的是什么 刚才谈到的就是说 任何的心网跟心所相依的过程 那心网跟心所相依的过程 决定任何心网 任何的心网都有跟它相依的心所 一定跟它相依的心所的话 它叫做五片心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谈过 这些都是一定要好好地去复习一下 串习一下 知道吧 它讲到的道理就是说 没有任何的心网 它没有跟任何的五片心 没有任何 没有五片心相依的话 它卷手当中缺少了一个心手的话 它不能受用对境 圆满受用对境 它讲道理就是这个 那所以这个上面我们就看不到的 我们领受不到的 原因是什么 我们的障碍太多了 我们的障碍太多的原因是什么 内在的想法太不正确的 展现太多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这个种子上面来去谈一下 知道吧 那一粒种子的话 你看我们刚才讲的 比如说青柯也好 玉米也好 所以一粒芝麻也好 我们入眼看到的这个旧 根本不是一个种子 它有具足将产生玉米的能力 它有具足 这个一粒的 这个里面有具足一些的能量 或者能力 这个能力就是真正的芝麻种子 知道吧 玉米种子 那我们对它的看法 跟实际的它的种子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想法都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是另外一个举例跟你们讲 学习的过程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或者是概念 这样的话你学到都是 学到的都是比较扎实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火是暖吃性 火是比较暖吃性 知道吧 暖吃性是什么 它有烧毁或者自然的一个能力 知道吧 本质嘛 自然的本质 火就是一个比较热的 好 那火业当中 找火的时候 火业当中 跑出来一些的火星 火星 很多的火星嘛 这也是火嘛 知道吧 这个火星是跑到你的身上的时候 你会不会烫伤 绝对不会的 我有经历过了 感受不到 知道吧 他们 当然是这个火星是完全是 我们的皮肤上 就是降到皮肤上的话 不会受水的 感受不到 那你看我们就是第一个方面 火是暖吃性 那这个火星是不是火嘛 为什么 它不是暖吃性啊 它就跑到我的 降在我的皮肤上的话 我不会受伤啊 我们大家的 很多的 一般人的感受就是如此的 知道吧 这样的你不知道 火是暖吃性 就是它本身是这样的本质 不一定是它伤到你的皮肤 伤到你的 知道吧 对 小也是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小的 小的 小马也是马 知道吧 马不一定是 就是比较大的 知道吧 就一模一样的 我们平常就是干念当中 一定要知道它的本质 为什么佛教强调的就是 讲定义 一定要想定义 比如说一个 非常微小的围尘 水尘的话 水是 什么 水瑞性嘛 但是我们水多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感受到 入眼看不到的一个水尘的话 跑到你的身上 皮肤上的话 你感受到吗 绝对感受不到 那这个不是水吗 你看 一定要有这样的逻辑性 来去推理 这为什么我们这个阶段讲 不然的话 你就是你看 我们拥有的 新手跟新王相依 一个新王的眷手 缺少了 五片心当中的一个新手的话 他不能圆满所有对劲 这个是我们感受不到的 原因是什么 我们也不能透过道理来推理 我们也没有深层的角度来去探讨分析 这样的情况下 你没有逻辑性的这样的推理的 没有习惯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永远都是一个 以往的惯例也好 或者意识形态也好 知道吧 这样的去学佛 那你学不到的 世界的概念就是几乎都是错乱的 确实是几乎都是错乱的 对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刚才这个阶段讲的就是说 你看 好 一个新王当中 没有受的话 这个是我们领受的 比如说 也是新王的话 跟他相依的心 五片心当中的第一个受 确认受的话 也是看到任何的东西 你领受不到任何苦乐的 这样的感受的 所以我们入眼看到 还是有多多少少 他领受到一个乐或者苦 这是跟他相依的心所的反应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日常生活当中 有的时候快乐 有时候痛苦 有时候郁闷 有时候就是心情比较低落 忧愁寡爱 忐忑不安等等 焦虑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拥有的 任何一个心王跟心所 连锁的许号或者翻译 是不是这样 绝对是这样子 任何一个心王跟 跟他相依的心所 连锁翻译 连锁的效益 对啊 只有一个当独的心王 他卷手没有心所的话 其实心王也做不 没有什么做太大的作用 跟他相依的心所有了 所以这两个连锁效益 就是我们可以领受到的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只是你六世心王的话 根本没有任何的心所的话 那你永远不会生气啊 知道吧 成会就是一个心所啊 那如果成会没有影响到你的意识心王的话 那你感受不到情绪定路啊 忐忑不安啊 忧愁怪就没有了 知道吧 所以这个阶段讲的就是说 苦受 乐受 那个 乐受 亦乐 苦受 亦不乐 是受五种 知道吧 这是必须要知道 如果你自己 将来就看到这样的 无方 无种方 那个 无方的 无分 无分的一个 无分法的一个方式去讲的时候 大概就这样子 第一个苦受跟乐受 那个 亦苦 亦不乐 亦乐 亦不乐 大概就这样子 那受受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那在这当中 那个方法当中的五种的感受当中 你看我们需要的就是 当然是身上的快乐啊 亦乐啊 这些都是我们也需要的吧 知道吧 好 这是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讲究一下 你身上的这些的乐受的话 其实这个是我之前也是给大家分享过了 其实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比如说身上的乐受的话 我们承办它 寻它 寻求它 容易得到的 身上的乐受是真的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知道吧 如果你不需要透过休息什么什么不需要的 就容易得到的 知道吧 身上的乐受 那身上的苦受也是比较容易产生的 解决它也是比较容易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身上的苦乐几乎都是取决于生活的条件 或者外在的四大因素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知道吧 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比如说身体上就是四大因素均和啊 知道吧 身体就是比较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时候 身上几乎都不会产生痛苦啊 苦受啊 知道吧 大概就这个 好 那佛佛教的教育当中强调的部分就是 义乐 内在的苦受根 内在的不义不乐 这两个 知道吧 那这两个是绝对绝对不是取决于 亚赖就是外在的调节 绝对不是 对 那所以呢 这两个就是 重点就是 战士的义乐也好 战士的义不乐也好 这个战士为什么战士呢 我们不能说永恶性的 它是一个无常变化的 知道吧 那今天是义乐 明天是义不乐 早上就义乐 下午就义不乐 下午义乐 晚上义不乐 类似我们人类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这是好可惜的 知道吧 本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改变 或者寻找 确实 就是 融合性的乐 就是享受 融合的 乐的享受 我们拥有这样的权力跟能力 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使用 这是我们的问题 确实我们的问题 那所以呢 我们不知道的话 我们一定要学习嘛 原因是什么 当然是这个是我的目的啊 其实我们 入 佛门 学佛 这里开始就 我们肩膀上有了很大的一个责任 知道吧 因为我相信你们都有受过灌敌什么什么的 菩萨戒 密尘戒 什么都受过吧 知道吧 好 那这家居士戒啊 反正就是受过任何什么什么的戒啊 或者灌敌等等这些 那你看我们强调的就是说 不管是你做什么事情 都是任何贤善的事情 都是一个为众生 为众生自己想要得到佛果之心 由于这样的菩提心来引导任何的行为 知道吧 这是我们强调的大乘佛教 平常强调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为力众生愿成佛的时候 我们的规划是非常大的 说话的话 这个计划是确实很大的 非常非常大的 比如说你现在内心就想说 我一定要 创造了一个 知道吧 就像台积电一样的 这样的工厂 公司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计划 知道吧 那尤其是你为众生 我自己想要追求佛果 这个计划是太大 太大 但是你不断的发起这种心来的时候 测于你很多的勇敢 知道吧 你就是越来越勇敢的 我们必须要勇敢 我们必须要勇敢 知道吧 雄心壮志 灰身世达的人 这样的 就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那太脆弱的话 那就不行了 那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 我们就说这个意乐 内在的快乐 其实这个我们明显 心里发生内心 产生了一种乐受 欢喜之心的话 其实真的过得非常愉快 知道吧 这是人人的需要 他是从哪来的 我们就不知道 没有去追究的 那意不乐 人人都 我们平常过街老鼠 人人很大营养的 这个意不乐是谁都不要的 但是谁也无法阻担的 知道吧 这是我们就悲哀嘛 众生的悲哀就是这个 那我们就是自己意不乐 是从何而来的 他也是结果一定是依靠着 某主的几种的因素 导致所产生的 这样的话 他的因素是什么 你看大臣就是他们讲的 这个阶段讲的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我执啊 贪吃吃啊 贪吃吃慢 疑等等 你看这些都是寻所的部分 完全不是希望 所有的烦恼都是寻所的 希望当中没有烦恼的 知道吧 那希望当中有烦恼的话 你看 言而彼时生意六是希望 当中五根色就绝对不是烦恼的 那只有一是希望 一是希望烦恼的话 这个也是不对的 原因是什么 第六是希望从五十年来到现在为止 出来没有中错过了 将来到佛地之间不断地衔接到 下一辈子 下一辈子 走一道就是到佛地去了 他不会中断的 那第六是希望烦恼的话 那彻底断出烦恼的时候 第六是希望断了 不对啊 你看这个逻辑在这个地方 那你看第六是希望绝对不是烦恼的 那所以呢 六根本烦恼 二是谁烦恼 都是一个新手的部分 好 不仅仅是新手 这个是我们 跟事跟意识 两个当中都是属于是意识的 所有的烦恼都是意识的 知道吧 一靠自己不供正善缘 一根生气的心了别 绝对五根是当中没有烦恼 五根是当中新手也好 新往也好 绝对没有烦恼的部分 知道吧 那很好这样的话 你看 所有的烦恼都是新手 新手当中也是都是意识新手 那意识新手的话 这些烦恼跟它相依的 希望是哪一个 意识希望 那你看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一定要在念心当中 这两个刚才我们跟感受有关的部分 跟你们讲了 前面我们讲的 无分发的 五种 那个分类五种方式的角度去分心的时候 你看 烦恼 亦乐 苦恼 亦不乐 蛇兽 就是五种 它这个里面分的时候 苦恼跟烦恼的话一定是在这当中 苦无分发当中的苦受跟烦恼的话一定是身上的烦恼和苦受 亦乐即不亦乐 绝对是意识的苦 意识的烦恼 知道吧 这两个 身受跟心受不一样的 知道吧 那么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追查它的来源 知道吧 好 这个里面追查它的来源的时候 你看 亦乐的话 内在的欢喜之心 快乐 内在理受到一个快乐 平常我们用的时候 灵受快乐 享受快乐 其实这样的一个用词全程度来讲 我们如此这样的就表那个描述的 主要的就是说 真正的一个享受乐受者 真正的享受乐受者的话 其实乐受本身它自己乐受 自己就是领受乐受者 知道吧 它一旦产生就是它领受乐受 所以我们影响到我们族人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所以我们就是平常讲 我享受快乐 当然是这个也可以说 这个属于是你的感受 你在内心也好 身上也好 一旦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乐受的时候 你自己很快乐 知道吧 就这个吧 好 那这样的话 所有的烦恼都是心所的部分 那而且是属于是意识的 那念义不乐的话 我们佛教的就是制定下来的 它的缺缺的一个意思的话 所有的人生当中 只遇到的所有的义不乐 都是依靠着任何的烦恼而产生的 好 那依靠任何的烦恼而产生的话 那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 那我们想要得到义乐的话 那想要得到义乐的 想要消除义不乐的话 那它的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主要的障碍就是烦恼 它的因素 它的因素促使你被义乐 义不乐 那任何的烦恼促使你义不乐的时候 那你不想要义不乐的话 一定要它的因素 一定要去断除啊 没有解决它的因素的话 它的结果永远都是再复发 知道吗 再财生 没办法 没完没了的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平常 释迦牟尼佛讲的 智库断极修道正面 四个架构当中 非常完整的 知道吧 智库是第一个是 我们一定要了解 你不想的痛苦是什么 你所谓的痛苦是什么 它的来源是什么 那这样的话 你就是确确的不想 你说痛苦的话 必须要断除它的根源 那我们追查到它的根源 就是一个烦恼 所有的烦恼都是心所的部分 那心所的部分的话 任何的心所 都有跟它相依的心往存在的 那任何的烦恼 跟它相依的心往是什么 一定是第六诗 希望 没有五根诗 那再来就是强调的就是 跟维世排不同的地方在这地方 维世的主张就是说 他巴士嘛 知道吧 摩纳士 阿赖耶士 那在这当中 摩纳士他承许我执 对 摩纳士是一个希望 又是烦恼 这是没办法 这是为世之后承许的 知道吗 对 那所以除了为世之外的 其他的我们所中意者的 主张来讲的话 只有六诗 希望 没有其他的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心态 知道吗 我们从小到现在 扬成这样的不好的习惯 义无反顾地去改善 知道吧 尽自己另所能及去改善 如果你头领带水 有一点点在消极的态度来去的话 你一生就拉费了 就这个路上结束了 没办法改变自己的情绪 知道吧 那你看永生之年 虽然我们说不上年龄也大小 没有什么差别 每个人生命的长短不一样 但是从今天之后 你的生命多长 还有你剩了多少的时间 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个时间 知道吧 人生是宝贵的很难得的 知道吧 如果你变成畜生的话 那多可怜 他们不想理受痛苦 但不知道消除痛苦 他们想要快乐 但是不知道如何去承拌快乐 这是畜生的愚蠢 那我们现在已经人类了 那我们现在已经人类了 你想东想西 胡说乱下干嘛 知道吧 一边学佛 一边就是学到的知识 用在生活上好好去使用 其实我们想的太多 必须平时比较少的 知道吧 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 肥肉越来越多 知道吧 所以烦恼就更是善生的 没办法 没办法 好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刚才说到的 其实这个是我们强调的 就是科大山一定要好好去生事 知道吧 好 深度 一定要深浅的角度来去谈谈飞行 对 那所以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些很好的成果 这是人人都希望的 那有生之年希望能够达到一些的成果 能不能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你付出多少 这是一定要看前面的因素 前面付出多一点 你真是有练到的 或者是学到的 学到的都是能使用的 这样的话 也许您可以达到自己预期效果 知道吧 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 这是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去想一下 其实这个事没有什么困难的 你在透由正确的角度 逻辑角度来去推理思维 那所以思想就是一定要改变 不要就是以前的 就像以前的这种意识形态 这是我们就是其他的形容之下来讲的话 我们寻找另外一条路 知道吧 重新来过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才可以的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意不乐的来源都是烦恼 好 意不乐也是意识的痛苦 他的来源也是各族的烦恼 那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 知道吧 你看我们就是心脾气和啊 非常的宁静的想和的时候 情绪就比较舒服的 我们领受到的却是意乐 我们可以领受到内在的意乐 那一旦产生了一种 陷气一种烦恼的时候 马上就摧毁了意乐 就相反就是恰恰相反 一生出来意不乐的 知道吧 那你看一个人的 一天的变化那么多 那为什么这样 我们佛教当中 那个教育当中提到的 就是这么详细的告诉我们 其实这个也是不容易的 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知道吧 所以呢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都是我们知道的话 那我们如何去应对 如何去调整 这些都是依法 平常我们讲依法 知道吧 依靠大臣的他们 这里下来的方法 按照这样的去 对质 调服 改善 才有效果的 对 好 那我们就讲一下 五分法 这里 为乐受 亦乐 苦受 亦不乐 蛇受五种 其中 凡是亦乐 虽皆为乐 你看这里提到的 虽然 亦乐也是 亦乐都是一个乐受 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 凡是亦乐 虽皆为乐 的意思是说 凡是亦乐的话 一定是 全部都是一个乐 乐受 但非皆无分法 受众的乐者 你看 但是不是一个 无分法当中的乐受 原因是什么 道理我前面讲过 无分法当中的乐受的话 它一定是身上的乐受 就是这个意思 那亦乐的话 虽然是乐受 但是它不是 无分法当中的乐受 原因是什么 无分法当中的乐受的话 一定是身上的乐受 亦乐的话 它属于是意识的乐受 内在的乐受 知道吧 不是身上的乐受 就是这个意思 这很有趣吧 对 那再来 盖仿 盖仿是无分法受众的乐 必须为身乐受固 你看 知道吧 这是我前面讲过 现在你们比较容易理解的 无分法当中的乐受的话 一定是身上的乐受 对 就是这样的分的 好 如是 同样的 凡是意不乐 虽皆为苦 对 意不乐的话 它虽然都是一个苦 但非皆为无分法受中至苦者 你看 但是它无分法当中的苦受 是不是 老啊 意不乐 虽然是苦受 但不是无分法当中的苦受 原因是什么 无分法当中的苦受的话 一定是身上的苦受 意不乐 是不是身上的苦 它是 虽在的苦 对 意识的苦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苦者 盖凡是无分法受中至苦 必须为身苦受固 你看 道理就这个 那再来 对 想得后诸心所 对 想得后诸心所 所有的想 前面我们讲的这些的心所 如上下 对法 对 如上下 对法 极论及居舍论中所所因他了之 反正就是这个心所跟心王 好 这些都是相依也好 这些的心所也好 这些都是相依也好 那我们就是依照俱舍论 跟阿比达姆极论 当中所说的应他了之 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去理解 对 大概就这个意思 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感受这个 再来我跟你们讲一下 比如说 比如说我刚才我们讲的 举个例 举出的例子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火心也是火的本质 但是它我们就是感受不到 那我入眼看不到这个细微的水尘的话 它也是水 但是它也是锐性 但是我们领受不到的 所以你就是领受不到的话 我们一般人的概念就是 你感受不到 领受不到的话 你以为是不以为然 这个问题存在的 知道吧 那它的比较维细 越来越细微的时候 你就我们一边是领受不到的 其实我们万法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桌子 天花板 地板 这些都是大的 东西都是我们可以感受到 知道吧 一讲起来马上就感受到 原因是什么我可以看到啊 声音啊 听到月儿也好 或者什么什么声音的话 你看一提到的 我们就可以领受到 原因是什么 这是我们明显啊 那我举例来讲 非常细微的生存的话 你的耳是听得到吗 听不到的 那它不是声音吗 是声音啊 但是你听不到啊 就是问题在这个地方 知道吧 我们一般人五根是领受不到的 五根是看不到的 还是出品的色法太多了 其实我们的五根是也没有那么 那个迷睿啊 没有那么迷睿的 确实没有那么迷睿的 这是业力导致的 确实这样 你看我就是有的时候想啊 人有脑子太厉害了 那我们就是这么小的猴子啊 身体的灵活度来讲 我们跟不上他了 知道吗 他们根本没有训练过 从小就这样的灵活的 那我们人类就是一直训练 人类当中一直挑战 训练 训练才这样子不可能的 谁都做不到的 知道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业力导致所形成的嘛 那平常我们讲的就是说 你看猫头鹰啊 大部分的动物啊 他们都是夜间也可以看得到的 那猫头鹰呢 他们的演技的话 天气越那个 越黑 越看得越清楚 我们黑黑的话 黑就是障碍我们看不到任何东西的 知道吧 这是业力导致所产生的 那你看 起兽啊 大部分的鸟类啊 他们有就吃拔的 这么小还是就 他们就飞飞走了 很厉害的 知道吧 我们人类没有吃拔 为什么 知道吧 其实我自己想 老天也没有侧于我们 吃拔是最好的 不然的话人是最坏的 真的 知道吧 那你要跑的也没有那么快啊 连这个小的那个兔子 我们就跟不上了 老天爷给你的就是一个脑子 太厉害了 但是你走的也没有那么快 知道吧 其实业力导致所产生的真的很有意思 知道吧 这是我开玩笑的 反正就是人类的智慧是真的太厉害了 蛮不错的 好 那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说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比如说心手跟心往相依的构成当中 我们举例来讲的话 你看 我的眼是跟他相依的感受 我感受不到啊 我们一般人也就是这么认为 知道吧 你自己感受不到 你以为是没有的 这是我们的很大的错误 对 好 那再来 北境无者 那这个人无表境 无北境 对 无北境的心手 好 那无骗心的话 你们知道吧 知道吧 为什么讲 加了一个骗子 对 无种 无种心手 前面我们讲 前面讲的 受想 思 处作意 所以 无种心手 为什么称他为 无骗心呢 对 他就是 无骗心的 这个心手的话 你看 受想 思处作意 无种的心手的话 不论是什么样的心王 对 不论是什么样的心王 一定有跟他相依的无处 无种的心手 缺一不可的 相依的 但是前面讲过 如果缺乏了一个心手的话 这个心王不能受用 圆满受有对境 所以 他骗周骗 骗喜骗忙 一切心王眷属而行 所以骗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 那再来 无别境 那无别境的意思是什么呢 无别境的意思是 对 这个别代表是 了解 了解的意思 这个别是 了别 别是一个 确定了解的意思 了解对境 对 别境 这个无 这个无种的心手的话 一定是了解对境者 那前面的受 事处作异 无种心手的话 不一定了解对境 知道吧 那后面的无别境的话 一定是了解对境者 不同的就是这个 那所以 无别境 为什么 为什么不像 无片性呢 因为无片性的话 它不管 颠倒的心王也好 错误的心王也好 不管是什么样 它是心王的话 一定有跟它相异的 无片性 其实存在的 无别境的话 不一定的 它是一种选择性的 了解对境者希望的话 如果它是一个了解对境者 对境的希望的话 跟它相异的无别境存在的 如果颠倒的希望的话 跟它相异的无别境不存在的 就是说问题在这个地方 知道吧 好 颠倒或者是一个 行为地 颠倒 种种这样的心王的话 那跟它相异的 无别境是不存在的 那跟它相异的 无片性存不存在的话 它也存在的 那跟它相异的 无别境存不存在 根本不存在的 原因是什么呢 无别境就是 这种无种的 心所的话 一定了解对境者 它一定 心所自己一定了解 对境者的话 跟它相异的心王 一定了解对境的 原因是什么 它跟相异的心王 都是无相相异的 你看这样都可以了 知道吧 好 那再来 那无别境是什么呢 欲 圣洁 念 地 慧 对这个五种 好 欲 圣洁 念 地 慧 所以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念心 都有这些的东西 知道吧 但是它的能力 我们没办法展现出来的 我们没办法 它的能力就发挥出来的 确实这样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 非常宝贵的一个东西 放在家里 知道吧 快饿死的时候 没有拿出来 就使用 就类似这样子 这是应该是我跟你们讲过了 一个故事 电影 电影 这是寄宫的电影里面 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看寄宫的电影 不是小了 差不多二十几岁的时候 对 那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人 他是文门的人 他就有文化的人 对 他是那个时候古代的时候 他是文笔 或者写画 那个写字非常漂亮 那很多人去请他去画 或者是那个写字 当然是给他一个除脑 对 他不去 太太跟他讲说 一直催他去 有点赚钱 最起码就是 还是有点赚钱 但是他不去 他说什么呢 他怎么回答的 有一天就是 他们家里的米干里面 一粒米都没有了 那个太太说 怎么办 我们就米干里面 一粒米都没有啊 你也就是这个知识 就没有用到这个散面 生活散面 那怎么用呢 又用什么用呢 他回答怎么回答 我是当光的人 我不会把这个知识就用在这个散面 很奇怪吧 快饿死了 还是那个学到的 对啊 这个知识就没有去使用 那你有了这样的知识 有什么用呢 那想法就 观念就错了 所以这个是比较类似的 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的能力 潜能 知道吧 每个人都有善的潜能 都存在的 当然是由于一些的某种的因素来说 它就是覆盖起来 不让它现行 不让它 不让你使用它 不让它的能力就是展现出来 这样的话 没有什么起到任何作用的 知道吧 平常我们讲的就是密法当初提到的 那个光明心一样的 知道吧 光明心就是 生世轮回当中 你开始偷胎的 那个偷胎的时候 知道吧 或者是死亡的时候 对 大概就是它 它的作用 一下子就 就可以能力展现出来 你就是死 还是偷胎等等 除了这个之外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 每个人都有这个光明心 但是用不上的 类似一般的 对啊 那为什么佛所有的诸佛菩萨 一口头声的叮咛异强调 一定要学习 一定要使修时间 为什么 他们看得到的 我们自己心 心里拥有的这种善的潜能 我们的能力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存在 他们是一亲二从的 他们看到了以后 就鼓励你 顿促 知道吧 你加油一下 你加油一下 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宝贝拿出来食用 不要白白拉费 类似这样 确实有啊 你看我决定来讲 我们真正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慢慢地去使修世界的话 其实我们跟之前的自己是不一样的 你看心越来越粗糙的部分 越来越细 细微越来越细微 越来越细微的时候 才能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喜乐 我们平常大部分人感受不到这个喜乐 原因是什么 思想太粗糙了 知道吧 对啊 对啊 那所以思想太多了 那有一定的学到一些佛法的时候也是用在另外一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问题 心就是一定要观察得越来越细 就是观察他的心就是越来越细微的 才能感受不一样的感受 这个是很好的 对啊 好 那这样的话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欲 圣洁 涅地 慧 这个是为什么叫吴北京呢 北京就是确定了解 各个已确定了解对境者 所以叫成他为就是吴北京 好 那这个是跟他相依的心往的话 一定是能够理解对境的希望 对 那颠倒的心往或者这样的心往的话 不能了解对境的心往的话 跟他相依的吴北京的心所存不存在 绝对不存在的 就是这个是一定要了解 好 那再来欲 这个欲就是我们平常欲望的欲 你知道吗 好 再来 此一一余差别计 这个差别计就是 一余差别计就是各种的计 比如说欲的计 圣洁 涅地会各种各有各的计 所以差别计它就这样 长转决定 长转决定 长转决定就是他们确定了解的 知道吧 长转决定 信 不相离一股 决定 不相离一股 决定 信不相离一股 位于可爱乐视 希求为信 对 那欲的话 就是欲的作用就是这个 他这里提到的就是 欲 没有对境 就是什么都没有对境的话 欲望是不可能产生的 知道吧 欲望是什么产生的 他了解的一个对境 对 了解对境是什么 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 你有很渴望 想要一个 苹果手机 知道吧 苹果手机的时候 他欲望的 欲的对境是什么 苹果手机 对 知道吧 那就是 他渴望 就是他一直 看到他的时候 有点乐视 他引起了欢喜的心态 知道吧 他渴望就是这个 对 就是这个 那所以 这个是我们 欲望欲求 对 但是他是一个好坏事 两个都有了 有的欲是不好的 有的欲是好的 这不一定 比如说我们 欲求善法 欲求解脱的话 这是好的 那欲求钓鱼 欲求杀生 欲求吃河拉伤 油伤碗水 知道吧 这种的欲望的话 就是不好的 他带来给你无数的灾难 其实好不好是他的结果 我们不能说 其实中华的角度来看的话 没有好坏的差别 这也大家都一定要知道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可以改变很大的一个思想 他有这种能力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指自己的鼻子告诉我们 我想象当中的实际上是哪一个 存不存在 有没有定义 才能够你知道自己龙山的真面目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从小到现在为之 我们受到生长的环境的影响 我们好坏 什么丑陋 做到越不越异 等等 这些的观念是非常充满的 非常多的 知道吧 我们属于这种习惯走 那你看我举例来讲 好坏有没有定义的 没有吗 好是哪一个 坏是哪一个 每一个人都讲一些龙头 没有想 确确实实没有 就找到一个标准的一个好坏的差别 没有啊 对 中观讲的这个是一个 只是名言安理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个是跟你们讲的中间的一些的 零界叠一样的 跟你们讲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些的举例 其实 所讲的内容深奥的时候 你就是反应不过来的 所以中间缅界一样的 讲了这些的举例的时候 你可以先接的 连接起来 哦 同样的道理来 一直累推就可以了 知道吧 但是我们举例来讲 我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 我们的家乡 我们看到一个人吃鸡蛋 或者是鸡肉的话 每个人都骂死了 吐槽 知道吗 很恶心的 几乎都看不到 吃鸡蛋跟吃鸡肉的人 知道吗 那不要说吃鸡肉啊 等等这些的 那所以你看这个里面 我们觉得吃鸡蛋很恶心的 吃鸡肉更恶心 还有鱼啊 还有这些的 觉得很恶心吗 好 那你看我们在坐海边的人 那我们怎么样 大闸线啊 鲑鱼啊 还有鱼类啊 各种 连这个小小的那个 反正就什么都吃 还是大家觉得好好吃 知道吗 那你看这两个角度 一定要去探讨一下 道理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 从我们家乡人的眼光来看 我们觉得很恶心很臭 那为他们说 为什么臭呢 他们也讲不出道理 好 那我们在我们就是 吃这些人的角度来去看 问他 为什么你觉得 这个是好的很好呢 知道吗 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安利的 自己环境的 受环境的影响 没有好坏的差别就是这个 没有什么一定的决定性的定义啊 我之前也讲过了 比如说我们蒙古也好 他们就是喝满奶 知道吗 那你看 他们说满奶就是非常一样的 非常有一样的 那我们台湾人来讲的话 绝对觉得很恶心吧 哇 细味啊 否则什么加了一大堆的 我们不敢喝 藏人也不好 那你看 从他们的角度 谁说的算 其实谁都没有错的 从自己立场 自己的习惯 跟受环境的影响 连接起来 所以我们没有理智的角度来去分心探讨 只是一个随着别人的起物 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习惯 所以习以为常 皆官不官 其实这些说法 你的行为 你的说法 你的思想都是进不起一切的考验了 绝对没有 原因是什么 没有 你还是没有看到真实的 真实性 那你从这样的角度来去看的话 其实对你有极大的帮助 知道吗 你想要改变自己的思想 这样的人的话 一定要一些的道理来改变 正确的道理来改善自己 是才对的 颠倒的道理来改善自己 是没办法的 就是这个 好 好 那所谓的欲望 欲就是 他的欲这个心手 本身是他看到一些 他肯定会有一些的 跟其他的心手受到他的注意 或者帮助 欲就是 一看到就是欢喜的 好追求他 那所以 某些程度上来讲 他看到他一些的优点 或者功德 知道吧 欲 所以他就是追求欲求 欲求 想要 就是这个欲 欲可爱乐 是希望 欲望 为信 那你看 我们一旦 我们一旦 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欲望的时候 其实这个事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 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 内心就是欲求一个东西 欲求一个事情 知道吧 你今天看到他 对 你欲求的东西 那我们想观察一下 今天可以 比如说 你欲求一件很好的一个事情 但是你能不能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心里忐忑不安的 这也是欲望导致所造成的 知道吧 你欲望 希望能够达成 希望能够成功 拥有这样的欲望的导致引起了一些的费力 作为妄念 知道吧 那所以这个很多的心属的意气 平常我们讲凝聚在一起 连锁反映出来的时候 那心里忐忑不安 对啊 一方面就是我看到他的功德 非常希望能够成功 希望能够达到目的 这个是你欲望的 欲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过程你一般带来给你一个 欢乐的事情 知道吧 原因是什么 即将成功 即将遇到的时候 心里就引现出来一个欢喜 原因是什么 快达到这个欲望的目标啊 那所以这个目标是越来越远 中间很多的障碍出现的时候 又非理作为的妄念 咒罢他 所以呢 让你痛苦 不愉快 忐忑不安 焦虑都会出现了 原因是什么 你有这个欲望啊 知道吗 欲望本身是乐视 这里乐视为信 就是它本身是欲望 它本身是带来给你一个欢乐的 有了欲望的时候 它引起了其他的烦恼 平常我们叫其他的烦恼 跟其他的烦恼一求之合 同流合污 反正就和话想哭 类似这样 那你看 我们平常讲 不要那么大的欲望 欲望就是你一定有对劲的 一定有对劲的嘛 你这个对劲的欲望 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 它引起了其他的烦效果 也是比较少的 更是少的 这样的少的时候 那心就是比较宁静的 某些程度上相对性来讲 比较稳定的 那你的欲就是 越来越旺盛的时候 那就说 在那就随着而来的 知道吗 这个也可以说 由于欲导致的时候 才现了一些的结果 确实这个比较多的 但是以我们个人的经历 来去判断一下 这是对的 没有错的 好 第一个欲 圣洁 那第二个圣洁 圣洁的就是 欲望 这种作用上来讲 比较相似的 但是本性是不一样的 圣洁者 你看第二个 魏于彼近 乐于屈辱 圣洁就是 比如说你 乐于屈辱就是 很欢喜的 很高兴的 对于屈辱对境 屈辱对境 那这个是我们形容词来讲的话 大概这样子比较好的 大概这样子比较好的 你平常听 有没有听音乐的习惯 乐器的习惯 知道吧 不是说我们一生下来 一生下来就比较喜欢 没有 但是我们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年纪小的时候 知道吧 你年纪小 或者少年时刻 那个时候我们 习惯得比较深奥的 那时候你比较喜欢听 什么样的音乐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 动不动就 听到这些的音乐 知道吧 播放 自己播放 一直听 享受在这个当中 好 那所以呢 当下一地有我们的新手 内心的那个新手 五别纪当中的圣洁心是存在的 圣洁心就是让你听这个习惯性的 很好听的乐的这样的乐器的声音 知道吧 你选择心嘛 你一定有选择心啊 我是乐器 钢琪啊 琵琶啊 我就是敲鲁啊 还有吹热啊 喇叭笛子等等 你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这个看你的圣洁 你圣洁心就是 比较屈下于琵琶的话 你就是这个琵琶 那个圣洁心就是 带到你欢喜的去入 这个琵琶的声音 等着去了 就是这个形容词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意思 反正就是让你 使你去听琵琶的声音 如果你比较喜欢听到鸟类的叫声的时候 这个也是你的圣洁心 知道吧 不同的 所以你看 圣洁就是这个 那其实我们圣洁他本身的 他自己本身的 来讲的话 应该是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 是应该没有 他是好坏都有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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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洁的话 他乐于屈辱什么样的对境 等于是你就是乐于屈辱对境 原因是什么 这个圣洁是你的 我们就这个 我平常讲的 耳师你耳朵听到 我们也认为说 我自己听到 你眼睛看到的时候 我们也说我亲眼目睹 知道吧 原因是什么 耳师跟耳师属于是你的 他们看到什么 等于是看到你 等于是你看到的 那你的圣洁心 知道吧 所以乐于屈辱什么对境 等于是你也就乐于屈辱这个对境 就是这个 本质上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是 内在的心所希望的作用 不是你那个人的我 不是我的作用 这是你具有的心所希望的作用 就是这个圣洁 好 圣洁者 那再来 这个中间 与决定尽如是了之 这个是不用了 这是藏文里面没有 这都是自己加上去的 那第三个 三母地 这个应该是三母地 三母地 位于 这个是学错了 位于所观世 这个不对了 调心一尽性 正是 第三个还能讲 念 念 你啊 第三个还能讲 我跳过去了 对 念者 对 念者 念者就是直所缘形象 对 直所缘形象 这没有错 念是什么 念就是比如说 过去的任何的事 过去的任何的法 你过去看到也好 听到也好 闻到也好 碰触到也好 那不忘事的情况下 牢牢记在心里的 这种的具有 祈祷这样的作用者 叫做一个念 所以他这里简单地讲说 直所缘形象 他一直直所缘 他就不忘事 不是说我去理来讲 昨天我们去 木扎动物园 看到一个小企儿 好可爱的 知道吧 好 那你看今天 你就是一直想 昨天有没有看到企儿的时候 马上就想起来 昨天看到的那个企儿的样子 颜色 形状 都我们现在就可以想起来的 知道吧 想起来的时候 这个动作就是叫做 你想起企儿来的时候 这个动作就是直 直起嘛 对 这个念就直 直企儿形象 它的形象就是写写出来 所以你今天还是不能遗忘昨天的企儿 如果 如果你现在吃 老年痴呆症一样的 昨天看到东西今天忘记的话 你不能吃他昨天的企儿的喜香 知道吧 这些都是你 我们平常一般人认为的 耳朵 鼻子 眼睛 一般人所认为的 这些的根 绝对不是他们的作用 他们这个里面有 所以 新手和希望 各有各的 其到不同的 其到不同的作用 所以 念的作用就是 你看我们 刚才讲的举例 昨天这样的小企儿 今天还是他的形象 他的地方 都是我们非常清楚的 能回想起来 原因是什么 老老记在心里的 这个直企儿形象的念是还存在的 他的能力还没有衰退的 所以他形象 直还是直他的形象的时候 你就想起来 如果这个念衰退的 遗忘了 昨天的时候看到小企儿的时候 你怎么想都想不起来的 你看 比如说我们有没有经历过 我们大家都有经历过 人生 我们学校读书 念书的时候 有时候考试的时候 怎么想都想不起来的 知道吧 我们有吗 知道吧 好 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有时候我们自己家里的东西 放在哪里 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你看 这个叫做念衰退的 你之前没有这个念吗 直接有啊 知道吧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之前我们读书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 想不起来的这些绝对有 成绩有 成绩有就是学过 知道吧 那今天为什么想不起来呢 今天指他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念 是不存在的 已经衰退了 这个各种念 它不能支持 这个细像的时候 你就想不起来了 知道吧 就是这个 这个念的作用 所以指所缘细像 所缘就是所看到的对境 知道吧 所缘 直就是支持 想的意思 所源就是任何的心所看到的对境 叫做所源 形象就是它的形状也好 颜色也好 不管怎么样 这个叫做形象 好 大概就这个 好 那今天讲到 等一下 休息一下 前面讲的 欲还有圣洁 这两个我们平常用的 欲求解脱之心 欲求解脱之心 本身是这个心 就是欲 欲 就这个 圣洁的话 对上师的圣洁心 就大概就这样子 三宝的圣洁之心 圣洁本身是这个 对 它的作用 刚才我们前面解释的 大概就这个 那第三个 念的话 这个欲圣洁 其实它就是 不能说好 又不能说坏 它有好坏都有 对 这个看嘛 主要的是它的对境 好 那念也是一样的 那第三 三母地的话 心意尽性 对 心意尽性 就是三母地的 作用 那这个三母地 是我们平时讲的 对 成本三母地 只观双欲的这个 这个 持三母地 有很大的差别 不一样 三母地是 字是一样的 但是意识不一样的 它为什么不一样呢 现在我们今天所讲的 五笔记当中的定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到三母地 知道吧 但是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的 就是这个定是三母地 这么说 为什么呢 它本身是一个 心一尽性 一尽性 就是它的作用 就是一尽性 对 那我们取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现在也是我们 装作一心的 看一个对境 还是我们 可以还是一秒两秒 都还是可以装作一心的去 观察一个对境 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达到三母地 真正的三母地 安置 但是还是我们 定力还是有 知道吧 所以这个定性 就是还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了 但是真正的三母地 这个三母地还没有的 知道吧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只观双欲的三母地 这个三母地 当中所提到的三母地的话 它是属于是意识 那今天所讲的定的话 这个不一定是意识 还是根释当中也有 根释 无根释当中也有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正常的言识的话 它可以无有颠倒地了解对境 色畜 它无有颠倒了解色畜的时候 跟它相依的新手 无片形 至上还是加了无别境 原因是什么 就是一个正常的言识 无有颠倒地了解对境者 而且是新旺 它跟它相依的十种新手一定有的 无偏心更不用说 那这个上面加了一个无别境 无别境是什么 无别境就是了解 对无别境就是能了解对境者 无种的新手 对 那有一点不了解的地方是什么 你看前面我们讲的欲圣洁 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人觉得 所谓是意识的感觉 知道吧 那平常我们用的欲望跟 今天这个当中所讲的欲跟圣洁 有一点的不同 对 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它又有一点类似真正的 我们平常欲求啊 圣洁啊 这些跟今天所谈到的新手当中的 这些作用上来讲 就是深入前处的差别而已 除了这个之外 作用上来讲有相托的地方 所以它称它为欲圣洁定 虐定 类似这样的称呼的 知道吧 那心一尽性的意思是什么呢 三母的心一尽性的原因 这是怎么去解释呢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现在我们年龄越来越增长的话 增长的时刻 其实我们念也好 我们的定力也好 就有点 平常没有练习的情况下 我衰退 知道吧 退化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平常讲 心的集中力不稳定的 尤其是最近就是打疫苗 知道啊 所以呢 新冠啊 种种这样的原因 就是每一个人内心有焦虑啊 等等这样的因素情况下 心的注意力就是不定的 知道吧 现在我们就是很多人这么讲 心的注意力定不定 就是看他的定心的一级心的能力强不强 那你看我们现在去自己往内去观察一下 我们身体内外 从头到脚 四指区 躯缸 五脏六腹 都是一个属于是物质 知道吧 这没有思想的能力 本来就是石头一样的 就是它就是一个物质的部分 那现在我们领受到的快乐 痛苦 舍 这种的就是我们有了这种的心手 才有这种反应 感受到了吧 知道吧 那欲求也好 或者刚才圣洁也好 一般来讲的话 圣洁 还有就是欲求 就是我们 它能力比较强的时候 我们就感受到了 它能力比较细微的时候 我们感受不到的 我们不能说没有 还是有的 那所以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 掩饰西欧王周围的定 上母定 跟我们平常讲的 只观算意的 这个里面上母定的 这个定是不一样的 知道吧 只观算意的这个上母定的话 它是属于是第一个是意识 第二 我们一定要透过努力分动去承办的 不是说它自然就有了 那五根寺周围的定的话 三母定的话 它自然就有了 投身人道 牛就是正常的掩饰 正常的耳饰 可以无有颠倒的了解 对其深处跟色处的话 这种的心王跟它相依的 定是一定有的 知道吧 那定的能力强不强 强不强 有差别的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比如说你掩饰看一下 其实掩饰看 也许这个掩饰有的时候 一秒钟只有看到一个对境 除了一个对境之外 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 这样的话 这个掩饰也是有点定性的 那掩饰希望 这样的一秒钟 当中不咬动的情况下 装住一些的 看到一个色处的时候 它有定性 那掩饰希望它是一个定吗 不是 它无有颠倒了解 对境者 心王 一定有跟它相依的定 一定有了 吴北京 那你看 跟它相依的吴北京 当中的定 跟它是无相相依的 所以它跟它相依的定 就是有了这样的能力 它影响到心王 所以心王也是 可以一分一秒 又可以不咬动的情况下 装住一心 知道吧 远一个所缘 静上面 装住一息的 可以一分两分钟 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这个 它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呢 因为跟它相依的定有 所以这个是 心 心 一尽心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那真正的我们直观 算意的三母帝的话 这是我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们所有的 佛法的论点 经理当中 如何去修 三母帝 如何去修 直观 这个最清楚的就是 阿比达姆极论 金庄也论 辩著辩论 这三个当中 还有就是 那个 修设论 等等 这些里面提到的 就比较清楚的 除了这个之外 在密法的密序当中 圣经之地 还有那个密序 就是下部也好 试部也好 于切部也好 无上于切部也好 所有的教育当中 出来没有提到 三母帝 修三母帝的方法 没有的 它为什么不讲呢 主要就是 显宗已经讲好了 反正就是 修密法的时候 直接修 所以呢 透过修 清脉明帝 与此同时 可以得到了三母帝 除了这个之外 不需要提 另外一个方式 知道吧 那你看我们 此事 此事米勒 金庄也论也好 阿比达姆极论也好 这个里面提到的就是 透过修九座心 一尽性是相同的 但是缠短的部分一定有差别的 知道吧 比如说你一秒钟 不摇动的情况下 装作一系的 安置于一个所缘上 也是可以心一尽性 那一个小时也是可以 两个小时也可以 一整天也可以的 其实长短的差别 作用上比较相同的 所以定就是 一定有起到如此作用的一个心所存在的 这不是修来的 这不是我们就是 这个是 偷生人道 业余烦恼导致自然有的一个定 不是一个修来的 知道吧 今天这个阶段讲的 那真正的三母帝的话 这是我跟你们讲一下 这也是必要的 好 三母帝的话 它虽然说我们三界之中 一界地的三母帝 色界地的三母帝 五色界地的三母帝 有三种 知道吧 那安置的话 很多人搞不清楚 直 直观的直 直本身是三母帝没有错的 但是三母帝不一定是直 这一定有前后的差别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的现况来讲的话 我们去承办 直观的话 必须要先承办 三母帝为先席 你打到三母帝 玉界的三母帝的话 在这个基础上面 承办的安置是比较简单的 连玉界的三母帝不存在的话 那直是遥遥无期的 知道吧 那所以玉界的三母帝是什么 刚才我们金专业内所提到的九座星当中 最后的第九座星就是叫做玉界的三母帝 对 那直的话 直观的直的话 直观的直的话 欲界没有直 一定是属于上恶界的心 真正的直观的直的话 属于是恶界的心 恶界是什么 色界跟无色界之心 就这个 然后我们刚才我们这个是一定要分开啊 为什么我这个里面就是展开 跟你们介绍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这个不然的话 你看字面上一样的三母帝 那奇怪 无有颠倒的 所以通大对际的希望的话 跟它相依的五别境一地存在的 那五别境存在的话 五别境当中的这个三母帝 不是真正的三母帝吗 就会出现了很多问题啊 五根诗当中有三母帝吗 绝对不可能的 直观上一的三母帝 都是属于是义士的 知道吧 用词前者上同样的名词 但是意义是不同的 名字一样的地方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作用上来讲 某些程度上来相处的地方 存在 所以它称它为定 知道吧 就是这个 好 那我们就是说 心装作异性 装作异性是非常重要的 知道吧 装作异性是什么呢 你看我举手的 你看我举手的 你举手的 你想要想一件事情 一个东西 你想观想一个东西 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观想什么 不是我们修行者来讲 你观想一个动物 知道吧 你装作异性的 心就放在 还安置于就是动物上 你想出一个动物 形象 观想 好 这是你装作异性吗 斩念太多了 受到很多的斩念来干扰 知道吧 你看你观想动物来的时候 你想出来的这个动物 当时的很清楚吗 不太清楚 还有容易变化的 知道吧 颜色变化 形状变化 反正也都有 那有的时候 观想之中 又想起 旁边就是 又想起其他的事情来了 这个不叫做装作异性 装作异性的意思是什么 专门你想出一些事情来的时候 除了这个事情之外 其他完全想不起来 所有的其他的心 都是随面潜伏的状态 你只有想出 你想出一些事情来的时候 除了自己的事情之外 没有其他的事情跑出来 这样的 这个叫做心一尽心 知道吧 那你看这个是我们看 真正的达到三目的 真正的所谓的 我们修行上讲的三目的的话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 你有没有得到三目的 这必须要知道 所以说我简单来讲 真正的你能不能得到三目的的话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定义 比如说我们想要安住一个所缘上 想要安住多久 就能够多久 这样的一个能力得到的话 那你达成三目的了 知道吧 比如说你想要安住一个所缘上 一个小时 或者是一整天 二十四个小时 二十四个小时 你心被摇动的情况下 完全装作一心的 安置在一个所缘上 心完全没有摇动的话 你达到了三目的了 这个三目的 一开始达到的这个三目的 就是叫做欲界的三目的 它没有能力消解消除 那个出品陷器的欲界的烦恼的能力 没有的 知道吧 只能就是定力就是够的 定力不错的 你想要 那个时候你达到三目的的时候 你观想任何的本尊 任何的堂成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一心 静下心来 一想出一个堂成 一个本尊的时候 非常的清楚 清新的 完全没有载然的 没有什么污垢的感觉 非常清新的 你就是想出来了 对 它就不会摇动了 知道吧 所以定的能力展现出来的时候 那就心就比较稳定的 那我们现在心不稳定的原因是什么 咱也太多了 知道吧 想动想心 我们平常讲的就是想动想心嘛 知道吧 确实展现太多对你不利的 知道吧 那你看看我们平常我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人生是一个短暂的事情 让自己享乐 让自己快乐 让自己幸福是我们每个人都责任 知道吧 但是自己幸福快乐是谁摧毁的 必须要知道 知道吧 负面的情绪 由一负面的情绪来摧毁我们的幸福 反正就是封面跟正面这样的表达比较快的 知道吧 我为什么尝尝就是跟大家讲 一定要一切都完好出现 其实有道理的 这些都是不是枯限来疯的 完全具体可惜的 有道理的 比如说举例来讲 我们就是往自己好的方向去安利的时候 确实我们感受到好感 知道吧 很好 不错 非常好 没有问题 你看这个感觉不错吧 那你看 想法 哎呦怎么办 好可怜 知道吧 那所以一旦出现了负面的情绪的话 你就崩溃了 就这个 所以我们寻找自己永恶不变快乐的这个过程 真正的达到这个永远不变快乐的境界的话 确实取决于止观 就是这个 那止观是怎么去承办的 那心不稳定的说 我们都是一个属于欲见的众生 我们现在心不要咬动太大了 心不稳定的 知道吧 今天所做 今天就是做坏事 哎呦明天做有一点好事 又就是将来就重蹈覆辙 就是永远都是这样子 知道吧 原因是什么 情绪不稳定啊 情绪不稳定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受到欲界烦恼的干扰 就这个吧 那欲界烦恼 现在我们属于是欲界 我们永远的烦恼都是属于是欲界的烦恼 贪 诚 吃 慢 疑 现在我们上一属烦恼 受到上一属烦恼的干扰 几乎都没有了 我们有没有上一属烦恼 有种子习气 但没有真正的上一属烦恼 没有了 什么时候现实的 你达到了真正的上一属的心 安置 达到安置的时候 从开始上一属烦恼 所以这要来的 现在虽然没有断除过了 我们有没有上一属烦恼的话 其实没有的 那你断除了吗 没有 那上一属烦恼以后就不会现实吗 不一定 原因是什么 它的种子习气还存在 知道吗 那你看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这样比较好的 我们学习说一定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思维比较好 我们欲界的烦恼怎么去产生的 先我们就是欲界的贪 贪欲来讲 贪吃吃贪来讲 它是无一无故自然就采现不可能的 它是怎么来的 它是你就是看到一个 事情也好 东西也好 植物也好 所吃的也好 所传的也好 一看到的时候 那第一个透过眼睛看到 第二个是它创造 内心引起了一个非理作义的妄念 判断的心 这个非理作义就是它判断的几乎都是非正确的方式去判断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 这个念就是非理作义 由非理作义的妄念来判断的 它判断了一个判下 判断了以后 那怎么判断的 它觉得跟你说非常好 美好 那判断了以后 马上就嘟 你的弹性就出现了 知道吗 对 贪心就陷起了 贪心陷起了以后 那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造业也好 反正就是强烈的陷起的话 当下就造业 造业就是它 强烈的陷起的时候 它留下了一个痕迹 平常我们讲 反思走过并留下痕迹 一模一样 强烈的情绪上面 强烈的陷起一个贪心的时候 它也留下来的一个痕迹 业 由于贪心所造的业 知道吧 对 那你看 这个是我们欲戒的 为什么叫欲戒的烦恼呢 它的主要产生的所缘 属于是欲戒的法 我们现在看不到色戒啊 我们也看不到五色戒啊 我们只能贪主的对积都是欲戒的 欲戒的色 瘦 瘦 还有就是瘦用 措手 身体 大概就是这个 那你看我们贪心所财心的 这个主要的所缘进是谁 谁是欲戒的法 他前面的就是透过眼睛看到 再来他引伸出来 非礼作意 妄念来判断 判到最好的话 那就是引起了你的贪心 贪心就产生了 知道吧 好 那贪心出现了以后呢 那就是所有的其他的成灰 嫉妒都是随着而来的 为什么 贪嗔 这些都是一个同流合污的 完全和好相苦的 互相饶益的 这是你看以我们个人的例子来去看 你执着一个对境 他对他的执着的程度多高 他一生出来的嫉妒也是多大 他对他的执着程度没有那么高的话 他一生出来的嫉妒也没有那么强 他根本没有 他对他的执着一点都没有的话 他一生出来的嫉妒也没有 几乎都平平的 知道吧 那你看你这种观察下 你紧急的执着于对境的时候 他一生出来嫉妒也是非常多的 怀疑也是越来越多的 那你看你的不信都是开始嘛 是不是这样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了 其实是麻烦的事情 所以他欲界的烦恼 好 那欲界的烦恼 让我们很多的受苦受难 不让我们达到身心上 有何身心上不变得安乐的时候 那我们必须要消除欲界的烦恼 知道吧 虽然三界的烦恼都是我们的 痛苦的根源 现代的话 我们是属于欲界的人 生活当中只遇到的 负面的 所有的临受痛苦 忐忑不安 忧愁 挂爱 等等这些的来源 之间的因素都是欲界的烦恼 那人生当中你想要享受快乐 高高兴兴快乐 某些程度上来讲 一定要对治欲界的烦恼 让他就是衰退 懦弱 薄弱 这样的话 今生拥有的欲界的烦恼 他的懦弱到脆弱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就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结果 其实这个是非常明显 几乎都一天 你看一日一天当中 虽然你 既然你有了欲界的烦恼 但是今天没有陷气的话 真正的没有强烈的陷气的话 其实今天情绪是非常平稳 非常好的 一旦强烈的陷气的时候 情绪就乱了 就这个吧 那所以现在我们反复的胆下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陷气的欲界的烦恼的话 一定要让他顺念潜伏 这是战士的方法 那入道了之后呢 那我们利用修道来 彻底摧毁他的种子 喜气 这是最后的 那我们现在未入道者 又道来 利用道来对治他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没有道德 那现在我们就是 有什么未入道者 有什么方法 让欲界的烦恼随便潜伏呢 我们以修透过修三目的 安置可以对治 陷气的欲界的烦恼 这个可以的 知道吧 好 所以欲界的烦恼 他的所缘都是欲界的法 色界烦恼 他的所缘都是色界所欲的法 这是我们平常用的时候 被欲界的所摄恼 被色界的所摄恼 被无色界的所摄恼 这样子用的 但是这个是太无一样的 就是我直接跟你们讲 就是这样子比较好 知道吧 那所以呢 他是不是一个属于是色界的法 看他的作用 由于他强烈的陷气 欲界的烦恼的话 他就属于是欲界的法 由于他强烈的陷气 产生了一种色界的烦恼的话 他是色界地所摄制的 色界属于是这个法是色界 色界地的法 这个是在《居舍律》当中提到的 我们一定要站得分开 不然的话色界无色界的法 你怎么去分开 没办法的 就这个 好 那第一个是我刚才前面讲的 三母地 第一个 我们透过九座心也好 无过坏 无过失 八段性的方式去承办三母地 都修习的过程当中 都可以的 那所以秘法当中所提到的 开始一开始就 装心意义的去修 坛成本尊观想 这样的去修三母地也可以的 没什么差别的 主要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诀窍 知道怎么去修 这是一个重点 好 那你看我们修三母地 一开始练习的时候 心就是一定要自然安放 知道吧 不要刻意的去制造出来 很多的想法 这样的话更不好的 一开始初学者的话 那内心你刻意去想出来的东西 都是制造出来 所以心就是一定要强烈的去扑动的 这样的话心没办法定下来的 所以老子讲的一样的 其实一切法都是顺其自然的 你对待它 面对它的时候 一定要自然地去面对它的话 不会有凡效果的 我们有说到凡效果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从自己方面去刻意地去改变它 刻意地去面对它 所以那凡效果就出来了 这是老子提到的 确实有道理啊 知道吧 那我们就是心比较自然安放 那想起一件事情 关下一个本尊 关下一个法动心 光也好 火焰也好 彩虹也好 不管是怎么样 你自己比较有熟悉的一个 所以装作一系的 看它 你能被摇动的情况下 能持续多久 一定要看 每天都去练习 每天练习的话一定会越来越好 心就越来越稳定的 心越来越稳定的时候 你观想出来的东西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清楚的 原因是什么 念在的细论越来越少 知道吧 定力越来越足够的时候 细论就越来越少了 这样能观想出来的越来越清楚的 清新的 知道吧 这是肯定的 那心性越来越平稳 越来越稳定的时候 你观想出来的都是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新的 那这样的 不摇动的情况下 这样的 所以终于达到 你想要安住多久 就能够多久的时候 你就达到了欲界的上目的 第九作星 再来这个基础上面去 努力去追求的话 就可以达到真正的安置 真正的安置 跟欲界三目的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即使你达到欲界的上目的 这个上目的不能隐生 隐生出来身心的情安 情安 情安感受 对 身情安 心情安 就没办法的 你真正的达到了安置的指的时候 这个上目的 就能产生 深情安跟心情安 你看 注定力跟 还有它的装注力是几乎都一样的 但是差别在于 能不能 以生出 身心情安的差别 对 如果你真正的这个上目的 能以生 身心任何一种情安感受的话 这个上目的叫做安置 对 那反正就是这个也是次第型的 你一开始打到了上目的的时候 还不能打到圣光 先打到安置的基础上面再去承办圣光 圣光 圣 圣 圣力的圣 光 光 那反正就是这些都是非常多的 但是今天我们这里讲的三摩地跟修三摩地 这个什么什么所谓的三摩地 这两个是不一样 第一个差别是今天所讲的这个五北境当中的 这个三摩地的话 他不是修来的 这来就有了 他就是 通达对际的希望的话 他跟他相依的 这个三摩地 这个三摩地一定有的 他不属于是意识 他两个都有 更是当中也有这个三摩地 意识当中也有今天所讲的这个三摩地 但是我们真正的直观算意的这个三摩地的话 他唯一的就是意识当中 唯有意识当中 没有更是当中 那今天讲的这个三摩地是更是也有 意识也有 知道吧 这是我们知道吧 正他的希望的话 跟他相依的五北境一定有了 那五北境当中定一次这三摩地是一定有 刚才讲的 大概就这样子 好 那所以呢 今天讲到这 好 回想一下 以此 好 别说 我 就 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